哈喽朋友们好,欢迎来到迷思英国 来英国呢,不管你是留学生,想尽情体验一下这里的生活 还是举家搬迁,打算在这里长期安家 但是要先寻找一个落脚点 租房呢,是让很多人头大 但是又不得不做,还要尽力做好的事情之一 在过去的将近两年时间里 英国的房地产市场呢,经历了一个非常动荡的时期 所以我觉得是时候呢,给大家更新一下 不管你是打算要租房,还是打算买房投资的 我想本期的分享呢,可能都会对你有一些信息上的帮助 因为疫情,居家办公呢,使大家逐渐的适应这种更灵活的工作安排 还记得有一段时间呢,租房者纷纷的搬出城市 记得吗,2020年伦敦市区租房价格暴跌的时候 许多的房东跟租个都在想呀 租金下跌会不会成为一种长期的趋势 以后租房会不会合适一些 现在答案揭晓了,租金不仅恢复了 而且还创造了历史新高 伦敦以外地区的租金创造了自2008年以来的最快上涨速度 根据英国地产网站Zoopla的数据呢 截至今年7月底的过去一年里 全英的私人物业出租价格上涨了5% 平均每一年给租户增加了456英镑的账单 而5%这个数字呢 是Zoopla指数自2008年开始记录以来的最大涨幅 而伦敦呢,尽管还没有回到疫情之前的高位 但是趋势已经显示,市场正在明显的回暖 所以对于租房者来说呢 这显然不是一个好消息 但是呢,租金也确实并不是我们衡量租房体验的唯一指标 像租金占收入的比例 租户的驱逐率 可以用于出租物业的数量 还有年租金的上涨幅度 以及失业率和犯罪率等等数据 都在影响着我们在一座城市的租房体验 如果我们看2020年一项针对英国30个主要城市的租房有好度评比 你会发现,伦敦可能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糟糕 而有一些城市呢,可能你还没有发现它的好 所以本期呢,在租房这件事情上 我想跟你具体的聊一下 在英国租房的最佳城市Top10是哪一些 他们又具体好在哪 再次强调 我本身呢,不是房产界的从业者 如果我在视频当中基于个人体验 还有数据所进行的分享呢 有信息上的偏差 或者你有更好的建议补充 留言区分享出来 我们一起查缺补漏 如果呢,你想了解英国租房的详细流程 以及注意事项 去看我的英国租房指南这期 谨记 就算英国的中介让你觉得动作再慢 也不要在没有合同保障 还有第三方机构监督的情况下 私下租房 话不多说 来看哪些城市上了最佳榜单 综合对比下 英国对于租房者最友好的城市 排名第一的是位于英格兰西南德文郡的普利茅斯 拥有历史悠久航海史的普利茅斯 被称为英国海洋城市 在整个工业革命时期 普利茅斯发展成为一个商业航运港口 如今这座城市是英格兰西南地区 仅次于布里斯托尔的第二大城市 在这里你可以看到诸多 往返于法国跟西班牙之间的渡轮 还有渔船 帆船 而由英国皇家海洋赛艇俱乐部举办的 经典海上竞赛 The Faster Net Race 也是每两年一次在这里举办 背靠英格兰最大的海市企业集群 普利茅斯大学是拥有海洋工程 海洋生物学以及环境科学等等强项专业 所以如果你有兴趣学习这类的专业 或者你已经是这方面的专业技术人士 一句英国的时候可以考虑一下哦 我要强调一下它的读音 我在《为什么英国的地名充满陷阱》那一期当中也介绍过 Mouse在地名当中出现的它不是指嘴巴 而是指的河口湾口 在英格兰南部的沿海地区 你最常见到这类结尾的地名 它的发音也和我们以为的不同 比方说 Plymouth Dartmouth 说回租房 Plymouth之所以在租房友好度上能够排名第一 要归功于一 它的租金合理 平均来看 租客是有32%的收入用来付房租 一般我们会认为30%是房租负担能力的一个重要的指标 用来衡量生活在这个地区的人 它的消费能力是高还是低 是在宏观的经济数据下 对于一个地区 比方说人们在交完房租之后 这些必须的支出开销后 还剩多少可支配收入等等 更具体更微观的一个观察指标 还有呢 就是我想大部分人 可能都不愿意一辈子租房生活 租金占收入比较合理 可以让我们有余力存钱 作为将来买房的首付 第二呢 就是2.8%的失业率 在前10名城市当中是最低的 英国的平均数值是4.2% 我想我们都希望能生活在一个 经济相对稳定的地区 那贫困地区是我们本能想要避免的 因为大多数时候 它也意味着较高的犯罪率 也正因为如此 拥有健康的租金收入比 以及低失业率 那么普利茅斯的低犯罪率 也就能够理解了 它每1000人只有59起犯罪 比全英的平均水平 每1000人95人要低三分之一以上 所以综合来看 普利茅斯在这个调音当中 被评为租房最友好的城市 第一名 蛮合理的 接下来 排名第二的是苏格兰首府 爱丁堡 说到爱丁堡的好 那我实在是忍不住想多说一点 因为太多了 如果你去过爱丁堡 你多少会明白 杰克罗里为什么会塑造出 哈里波特这样的角色 还有那样的梦幻世界 作为世界遗产文化名称 爱丁堡是英国仅次于 伦敦的第二大旅游城市 而对于选择去那里工作 生活的人来说 爱丁堡经济十分强健 它拥有全英国最高的 高达43%的专业人才比例 也就是拥有学位 还有专业证数的员工 目前的支柱产业主要是 金融科研高等教育跟旅游业 而谈到租房生活 爱丁堡的一个重要优势之一 是较低的犯罪率 每千人60.4 要知道相比较之下 同样为大城市的曼彻斯德 是每千人164.1人 是对比的30个城市当中最高的 伦敦则是每千人102.4 我们在伦敦危险 帮派犯罪热点区域那些当中介绍过 伦敦的一些犯罪高发区域 其实也是旅游的热点区域 比方说西米寺那一圈 但是爱丁堡作为一个旅游的热点城市 整体的犯罪率却依然控制的比较低 爱丁堡在租房上 第二个值得提的优势 就是它拥有较多的 可用于出租的私人物业 每一千户当中是133.3 对于英国状况不太熟悉的朋友 可能会忽略掉这个数据背后的意义 因为可用于出租的私人物业数量越多 一个是对于租客来说 你的房源选择相对更多 第二就是我们要注意这个重点词 私人拥有 私人拥有的出租物业相对就是公共出租物业 在英国比较典型的就是政府机构 慈善组织他们管理下的福利租房 比方说Cost House政府福利房 我们在伦敦最差居住地名单那期当中分享过 政府福利房主要是提供给经济相对来说比较困难的群体 越密集的区域通常代表着更贫穷 犯罪率相对越高 社区管理更差 我也在印度邻居霸凌我那期当中分享过 我早年读书的时候租住在Pimico附近的政府福利房的经历 以我个人的角度 租房还是尽量避开这种 所以从租房来看 一座城市它的私人出租物业多 好过它的公共物业数量多 也说明这里的房屋市场相对比较稳定 有投资潜力 一起来看排名第三的城市 是威尔斯的首府卡蒂夫 并列第四的是位于英格兰东南部汉普郡的南安普顿 和苏格兰的格拉斯哥 对了 如果你本身是宠物爱好者 希望在英国的生活里有猫猫狗个相伴 南安普顿可以放在你的优先备选城市里 因为有最近的一项单独研究发现 它是英国最适合租房者携带宠物的城市 关于英国怎么养狗 去看我之前的视频 补充几句关于格拉斯哥的信息 虽然爱丁堡是苏格兰的首府 但是其实苏格兰不折不扣的第一大城市 是格拉斯哥 格拉斯哥的租金收入比是30.6% 一个不错的数字 而且跟爱丁堡一样 它的租金增长幅度比较低 二者 2020年比2019年的租金的平均年涨幅是0.6% 远低于普利茅斯的1.9% 接下来 约克郡的利兹跟威尔士的第二大城市 斯旺西并列第五 我在英国理想就业城市那期当中介绍过利兹 它是英国主要的大城市之一 工业革命时期 因为纺织业而出名 而我自己最早知道这座城市 其实是因为哥哥张国荣 据说他是受到做裁缝的父亲的影响 所以他当年就来利兹大学 读的纺织成一类的专业 而不少华人对这座城市也是十分熟悉 我们以后有机会详细来聊 但是伦敦紧随着利兹 以第六名的成绩 挤进了Top10最佳名单 可能让很多人吃惊 伦敦你好意思吗 你的租金占收入的百分比是64% 是人家普利茅斯的两倍啊 什么概念 就是平均来看 大家挣100磅 64磅都给了房租 而我在伦敦生活成本那期当中 也分享了我们家的每月账单 感兴趣的 记得一部观看 尽管对于许多人来说 打拼在伦敦的日子 多少有点 英俱伦敦生活的影子 充满了苦与泪 但是伦敦依然以它无可比拟的优势 吸引着很多人 来到这里 留在这里 著名的普华永道 会计师事务所的排名当中 伦敦被认为是世界上 机遇最多的城市 想爱上伦敦并不难 它经常霸占很多城市评比的榜单 比方说 Risness发布的2021年 全球最佳城市排名 还有QS的2022年全球最佳留学城市 它拥有了诸多的名校 不光是大学教育 我在英国南北差距当中提到过 英国的中小学教育当中的伦敦效应 在英国的中学毕业考 GCSE 还有申请大学的A-level考试当中 伦敦的学生总体表现 十分的优秀 贫困家庭的学生表现 也优于英国的其他地区 而对于创业者来说 这座世界三大金融都市之一的城市 古老又现代 包容且开放 尽管现在脱欧了 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伦敦的影响力 但是由于它的地理位置 还有英语在全世界的语言影响力 它仍然在连接世界方面 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最重要 生活在伦敦 你永远不愁 生活没有娱乐 关于伦敦 可以去看 《我的伦敦生活关键教训》 《伦敦东南西北差异》 等等一系列的视频 那Top10当中最后的两位 是德比和纽卡斯尔 德比是英国的先进运输制造中心 是世界第二大航空发动机制造商 罗尔斯·罗伊斯的所在地 而丰田制造公司在英国的汽车总部 也位于这里 如果感兴趣英国的制造业 今天还在生产制造什么 你的专业技术在英国就业前景 记得去看我之前的视频 《何谓英国制造》 在租房的体验当中 德比被评为租房者最负担得起的城市 平均来看 租金仅占收入的22% 这也意味着在这里生活的人 在租房上 他的财务压力相对来说要小一点 更有可能将收入存来支付首付 或者是其他的生活开销 而德比之外 还有哪些城市的租金财务压力相对来说较小呢 桑德兰是23% 斯托克是23.2% 纽波特是23.3% 而赫尔是24.1% 希望以后有机会可以介绍给大家这几座城市的更多讯息 我们今天就不赘述了 来谈一下Top10当中与德比并列的纽卡斯尔 作为英格兰东北部的最大城市 它也是这个地区的商业教育还有文化中心 纽卡斯尔的夜生活经济也非常有名 对这里的经济发展贡献不小 去纽卡斯尔 千万不要忘记去体验一下 它丰富多彩的夜生活 而许多留学生知道这座城市 可能都是因为纽卡斯尔大学 又名辛保大学 它也是罗素大学的集团成员之一 对于来这里读书或是工作的租客来说 纽卡斯尔相对比较突出的优势 是较低的租金收入比27.8% 还有0.5%这个极低的年租金涨幅 以上就是结合租金收入比 年租金上涨幅度 租户的驱逐率 可用于出租的私人物业数量 失业率和犯罪率等等关键数据 评比出的英国租房最佳城市Top10 他们是普利茅斯 爱丁堡 卡迪夫 格拉斯哥 南安普顿 利兹 斯网西 伦敦 德比 和纽卡斯尔 希望对你了解英国的城市 英国的生活 英国租房 还有房屋投资信息 有所帮助 生活在英国的朋友 你怎么看待这个最佳友好 租房城市的榜单呢 你有什么信息要补充 如果是你租房或是投资 你最看中那个城市的 哪一个关键指标呢 在留言区分享给我 感谢你说看本期视频 喜欢记得点赞分享 订阅我的频道 支持我做更好的内容 欢迎你在留言区告诉我 你感兴趣的话题 我们一起来破解那些英式迷思 更多有趣有料的英国文化生活话题 你辛苦 我们下期见 拜拜